《近风传奇》算是暗黑治愈系的代表作 但大家都知道 什么黑身残都是表象 其内核就是少女们 那么既然是脸红心跳的少女们 这后宫元素自然是不能少 三浦这个暧昧高手 很贴心地为小队安排了两位美少女 可是与富为不争的小魔女不同 名门贵族出身的大小姐 芳尔纳赛的人物胡瓜极其亮眼 而且她也有后宫的 渴望不可及的白月光格斯 很可能是朱沙智的 酷似某位明星的大鼻子罗德里克 身边还有个在其他故事里 妥妥式男主模版的青梅竹马 再加上那一层骨壳buff 在某些群体中更是加分项 本期咱们就简单地回顾一下 芳尔纳赛这个剑锋里的大女主 在此际的太阳高挂于各国的天宫之时 米德兰的境内出现了一对甲昼极其华丽的部队 是圣铁索骑士团 带着女武神头盔的团长正是大小姐芳尔纳赛 这也是她的初次登场 她们来到了日食的所在地 预言书中的赤湖旁 现场就如预言书中所指示的一模一样 也经由大小姐之口告诉读者们 黑暗吃鹰将士 她是罪孽深重的黑羊群的主人 也是盲目的白羊群的君主 同时由于她的出现 世界将沦为黑暗时代 两年后 骑士团出现在一处不知名的小山村里 村子正在举行葬礼 通过与村子的祭祀交谈得知 这一切都是一名黑衣剑士所造成的 而骑士团就是在一路追寻着她 说到黑衣剑士 就要说下近两年这世界的变化 从那次天象之后 各地的瘟疫频发 农作物收成不佳 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流言蜚语 关于妖魔鬼怪的传闻 最终这些传闻都传到了法王厅里 虽然有很多都是谣言 法王厅不可能每件事都派人去史发地 可其中有很多传闻有个共通点 那就是黑箭士 传闻中只要她的所到之处 几乎都发生各种血腥屠杀事件 骑士团受命为了某个答案 一直在寻找她 这次终于让他们赶上了 随后他们在吉尔的父亲的带领下 前往雾谷进行追击 而与此同时 格斯正在雾谷外战斗 他的敌人是为使徒洛西奴 将误入雾谷的常年人 所转化成各种昆虫的怪物军团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后 所有的虫子都被她斩杀 而那些尸体也慢慢地变回了人形 这也让随后赶到的骑士团大为震撼 其中一只眯眯眼的狐狸 不同于大家所说的 这是一支部队所造成的 她认为这就是一个人干的 期间大小姐甚至都觉得 黑暗之鹰这个名字都十分的肮脏 而正义感爆棚的大小姐 更是以自己的信仰立誓 一定要亲手逮到黑暗之鹰 进入雾谷后 正好赶上了一身杀意的格斯 拖着斩龙来到树下 对小女孩高举武器的画面 面对骑士团的攻击 她并没有解释 也没有对洛西奴捕刀 而是转身逃跑 可是由于树林太大 雾气也很浓 再加上火是越来越大 无奈的凡尔纳赛 只能先行撤退 可此时 格斯经历了几天几夜的连番战斗 已经撑不住了 最终被紧随其后追击的骑士团赶上 格斯自然是莫名其妙 自己可没得罪过法王厅 而大小姐陷入为主地质问道 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村子里的孩子 你这一路的尸横遍野 是怎么回事 那些是不是人血 然后不容格斯分说 下令全军出动 逮捕黑衣剑士 当然行动前不忘加上一去 这一切都是神意 可格斯即便残血 也不是这群公子兵 所能对付得了的 刚开始他也克制自己 不想弄出人命 可骑士团在大小姐的命令下 愈发的紧逼 终于将格斯惹怒 发痕 一剑 五名穿着铠甲的士兵 尽数斩断 死人了 而且还是以这么打击士气的方式 被腰斩 骑士团的士气眼看要崩 是副团长亚桑拆了出来 他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 格斯状态不佳 知道自己不能立敌 只能来个秦贼先秦王 战斗中借机冲向高处的大小姐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骑士团里有个打酱油的家伙 一直护着大小姐 本就是强弩之末的格斯 被平宫出现的树枝 击中腿部的伤口 剧痛之下 又被眯着眼乱死的大小姐刺重 最终 在团员们声声赞美中 将格斯侵获 这也算是命运的相逢吧 随后卸下夹着和武器的格斯 被带上枷锁 带回了他们的营地 在这段剧情里 凡尔纳赛就是一个 三浦安排的第一个 虔诚的法王厅信徒 通过他也让我们 对法王厅有了初步的认识 而且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三浦在很多分镜里 都若有若现地 将法王厅的神像带了出来 但每一处分镜都没有全貌 为大家找一下 像是这两幅 就是大小姐进村时 大家仔细看这图案 像什么呀 在单行本十七卷开篇时 就给了这么一幅图 这幅图算是 整部断罪篇的主旨了吧 好吧 又撤远了 营地里很快来到了晚上 得益于巴克大爷的帮助 格斯逃出了牢笼 在偷回帐篷拿装备时 正赶上大小姐进行自我鞭持 咱们都知道他是为了什么 因为在进行对格斯的审讯时 他对鞭持他人有快感 身为教徒的他需要通过自我鞭持 来压抑欲望 在他在神像前祷告时 等不及的格斯出手将他弄晕 可随后 巡逻的士兵发向格斯逃了 来汇报团长时发现了他 无奈的格斯只能将大小姐挟持为人质 而且还很机智地 将骑士团里的战马马尾巴点燃 制造混乱 他自己趁机逃跑 在路上 大小姐又一次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他竟然看不见精灵 不仅是精灵 他也看不见这些怪异 巴克的解释则是 这是一个思想坚定之人 可大小姐虽然见不到 却能感受得到 接下来的遭遇 正如这个男人所说 一天到晚的拜神 让你看不见这些玩意儿 这就是神在人间所显示的奇迹 可在大小姐看来 这个异教徒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彻底打碎了她的认知 尤其是那个男人的那句 既然你这么的虔诚 为何要在这时缩成一团 怎么不祷告啊 怎么不喊一声 神啊 这血肉横飞的一幕下的大小姐是拼命地想要逃跑 她认为只要骑马离开就能逃离噩梦 哪知道这匹马再次刺激到她 由于那匹色马想要侵犯大小姐 那一幕让格斯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凭借着那股怒火 格斯浴血奋战 在天亮前将这些怪物尽数斩杀 而她战斗的一幕被一旁的大小姐看在眼里 在朝阳的照射下 她被那沾满血迹 气喘如牛的模样深深地打动 那模样宛如教堂里的一幅画 让大小姐感受到了庄严与美丽 而她自己 这个几千几万次呼喊神的圣号的虔诚的教徒 从始至终只会逃避 退缩 只会在一旁瑟瑟发抖 可对大小姐来说 她的羞愧不止于此 一个躲在石头阴影里的恶灵找上了她 那东西勾起了大小姐心里的黑暗以及欲望 她一步步地朝格斯走去 随后就发生了附魔明场面 由于尺度问题不能展示 大家自己去找漫画看吧 当东方的一缕朝阳照射在她身上时 怪异跑了出来 被巴克击碎 而恢复了神智的大小姐是羞愧难当 放声痛哭 刚好让在附近寻找他们的塞尔比高找了过来 狐狸嘴上虽然说着那个家伙很强 自己打不过 可是对于这个弄哭自家团长的男人 他先是一脸无憾 然后瞬间爆起 可惜他只是刮伤了格斯 而他自己假如不是反映灵敏高高跃起 人已经两斤 一击不中的狐狸也不再纠缠 而看着他们二人离去 巴克难得正经的说出了他对凡尔纳赛的感觉 他觉得那个女人好像被五花大绑了一般 这一晚对于格斯来说是稀松平常 但对虔诚的大小姐那是天翻地覆 这一晚不光是事件 还有就是那个男人也不可避免地在她的心底扎根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 大小姐再次登场时是带领骑士团进行护卫任务 之所以不再进行追击黑衣剑事 是因为那次事件被格斯弄死了好几个 这骑士团并不是什么战斗不对 这就是为了一群供资格杜金的仪仗队 每个小兵背后都是一个家族 而且这个仪仗队还有个习俗 女团长的要求很简单 女的漂亮的家里出钱多的 大小姐三条都符合 所以她才有资格做个漂亮的花瓶 其实教会之所以不想再追查黑暗之鹰 是因为四处各地传来了关于奇迹的传闻 梦中出现的光明之鹰 这个传说刺激到了大小姐 因为她曾亲眼见到过所谓的奇迹 并且还亲自体会了一把 并且由此产生了怀疑 自己距离神太遥远了 但守卫的工作已经容不得她多想 有人袭击车队 原来这次骑士团的任务 是担任这位人称血之教典的 摩兹古斯的护卫 那是个恐怖的名字 摩兹古斯虽然本身行动不便 但她坐下有六位童子 他们都是行星官 对于摩兹古斯的审判 大小姐是一脸的崇拜 当听到寿星人的惨叫哀嚎时 更是一脸嘲红 总之这个时候的大小姐 就是一个S与M的合体 骑士团的目的地是位于 米德兰边境的一座古老修道院 阿尔比翁 这里由于一座古老的塔而出名 那座塔就叫断罪塔 传说当年有位贤者被霸王囚禁于此 在这里受到了各种拷问 贤者在不断向神诉说着霸王的罪状后 最终天使降临 毁灭大都 而这里就是显现神迹之地 现如今阿尔比翁的四周情况很糟糕 由于库下大军的入侵 突然爆发的瘟疫很多人背井离乡 而法王庭作为大陆上唯一的宗教 自然而然的 难民们都会寻求他的帮助 慰藉 所以现在四周满是难民 这么多的人 食物自然是会供给不足 修道院需要预留自己的日常开销 对外上千人的口粮 他们也不可能照顾得到 所以饿疯了的难民们 要强强 发生骚乱时 大小姐带着骑士团抵达 全副武装的队伍 对付一群快要饿死的难民 那是毫不费力 然而 人群中一位没了奶水的母亲的哀求 让大小姐动容 这些人是神的子民 他们是来寻求神的庇护 而自己作为神职人员 该怎么做呢 在她的两难之际 人生导师摩子古斯出现 她为大小姐上了一课 所有参与抢劫的人 都被带进了修道院 但这对母子有些特殊 首先 对孩子进行治疗 也就是为了简单的流食 并对孩子的母亲保证 这里已经向法王厅发出救援 很快救济的粮食就会抵达 可接下来的操作 它就是真真正正的上发分明 自己救助了你的孩子 而接下来 你需要去完成身为信徒的责任 随行的大小姐对里面的惨状是不忍之事 摩子古斯则叫一道 不能看向其他地方 这地狱般的光景也是法王厅的一面 神并不是将慈爱散播到地上 神也会有严格的裁定者 现场听着那惨叫哀嚎 大小姐的表情变得很微妙 可是过了没多久 大小姐在难民营里 搜捕杀害僧侣的嫌疑人 她又看到了 那个为了孩子不惜抢劫的女人 而这次对她的冲击很大 当晚看着自己的失误 她满脑子全是白天的那个女人 当她迷茫怀疑 想要去找摩子古斯时 她发现了诡异的一幕 她的弟子们在与鸟儿互动 然后经由这个戴着鸟嘴面具的人 她知道了摩子古斯 与几个弟子之间的事 这些人都是被排挤之人 是摩子古斯给的他们信心 信仰以及尊严 而这又一次的 让大小姐迷茫了 摩子古斯也看出了她的犹豫 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不可因任务困难而坦息 不可因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坦息 不畏惧他人死亡自己死亡 不可为自己的行为要求回报 不可以怀疑神 就算我们的心理和肉体痛苦的要留学 也要为了神而活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 看样子这番话是如醍醐灌顶 让大小姐再次坚信 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神 可随后她在执行火刑时 狐狸救下小男孩的那个举动 让晚上的她失眠了 在一番自我奖励后 她流着泪对自己说 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没错的 重温时的话 可能除了指自己最近的行径 还有可能也是三年前 逼迫塞尔比高的那一幕吧 随后大小姐几乎天天执行火刑 直到有一天 一个从邪教徒聚会中逃出来的男人出现了 她带来了邪教徒具体的位置 而与此同时难民营里也传来了疑似黑衣剑士出现 大小姐嘴上说 现在第一要务是要协助审判官消灭邪教徒 但实际上她在害怕 她又一次选择逃避 将自己全做成一团 将头深深的埋下 可是虽然她以十分堂皇的理由避开黑衣剑士 但是在那个山谷里 大小姐她噩梦重现 邪教徒们一个个发狂了 亚桑觉得很可能是吃了某些药物 但随后山羊头怪物出现 一个跳跃就踩死了两名骑士 大小姐她确定 这与难瓦一模一样 就在那只山羊头想对卡黛做些什么时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砍断黑山羊的蛇行坤 在掀起一阵黑色旋风后 世界没化 但对于大小姐来说 是紧张不已 紧张得她都不能呼吸 可是此时的情况已经不容骑士团对付格斯 他们一个个都已自顾不暇 最终只能无奈地退出山洞 眼睁睁地看着黑衣剑士的离去 然而意外发生了 由于淡淡使徒 妮娜被死里逃生的告密者约翰西姆发现 卡黛和妮娜被骑士团逮捕 让格斯再次与卡茨加擦身而过 最终只能潜入修道院 由于事态严重 修道院院长下令 法尔纳赛小姐直接回归法王厅的命令 而且命令指出只针对个人 不是骑士团 并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 大小姐的父亲 温地迷汪大人 这是一个让法王厅都忌惮三分的人物 对于这个命令 大小姐虽然百般的不情愿 但也只能接受 并怀疑是身旁的塞尔比高打的小报告 而且还特地提到了火刑 随后大小姐的话就有些暧昧 她要求塞尔比高牢记 自己就是你的主人 唯一的一个 而且你还是宣过事的 可随后却有些悲伤的询问对方 是否在记恨着自己 这段剧情当年让读者们十分好奇 这个有特殊癖好的大小姐 为何会露出忧伤的表情 她对塞尔比高到底做过些什么 总之这个时候的大小姐是充满了谜团 紧接着二人来到了地下的审讯室 又一次见证了所谓的奇迹 这个所有异教徒口中的魔女大人 在进入铁处女后发生异变 在她身后出现的那些黏糊糊的东西 很快布满了审讯室 而且他们吃人 塞尔比高是反应迅速 拉着大小姐逃离审讯室 可半路上由于众人乱糟糟的 所有人都没有察觉 大小姐突然被人踹离了队伍 是格斯 这次的她很不客气 而大小姐虽然对于刚刚的场景心有余悸 但还是很从心的同意了格斯的请求 可就这么一会儿 这里已经没了活人 全是失去了血肉的枯骨 但这一次意外的大小姐的眼眸里出现了精灵 相应的那个不好的记忆也再次浮现 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巴克的这番模样是整部作品里最搞笑的 此时的格斯急匆匆的要去找卡斯加 大小姐本能的紧随系后 而与此同时塔顶的摩子古斯众人被堵了个正着 在他们生死存亡之际淡淡出现 接下来就是塔顶格斯与众童子的战斗了 而那也是让大小姐毁三关的战斗 她不仅仅吃惊于黑衣剑士的战力 还有她此时的敌人 那些个刚刚明明还是和自己一样的是人类 但现在却长出翅膀酷似天使 她搞不懂发生什么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她只知道只要这个男人出现 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就会悄无声息地逐渐崩溃 看向一旁抱头痛哭的女孩 她仿佛见到了自己 又或者她看清了自己 自己不过是个害怕黑夜的孩子 当名为信仰的万一被烧掉时 真正的自己就会暴露出来 在这之后 断罪篇迎来高潮 陆家与摩兹古斯的戏份逐渐增加 大小姐与狐狸一直都是酱油角色 塔底怪异爆发 塔顶摩兹古斯带走卡兹加 要对他执行火刑 消除这次灾难 独亏了那只小猴子 才让卡兹加逃过一劫 随后是从塔顶冲下来的格斯 在一番苦战后 斩杀了摩兹古斯 可这场祭典也接近了尾声 围墙上仅存几人 为了活命手持火把开始战斗 看着在如此绝境之下 依然奋力战斗的格斯 大小姐十分的震撼 震撼于这个人 为何能在这种必死的情况下 这么正确的理所当然的说着 该如何的生存下去 为什么这个人的声音让自己觉得这么的强而有力 尤为让大小姐震撼的就是那句不要祈祷 祈祷就会空出双手 你的手里握着的是什么呀 这一刻很可能是大小姐自出生以来第一次不再逃避 在几人齐心协力之下 他们终于撑到了胆碎 大小姐几人见证了历史 他们参与到了神话之中 当然接下来就是双个的重逢 劫后重生的大小姐想了很多 在这一刻 她的信仰就如同那碎成瓦砾的塔一般 消失了 她开始审视自己 归根到底 她还是和那晚一样 在逃避 可现在信仰的万一已经变成瓦砾 而那个胆小气怒的小女孩 想要做出改变了 她拒绝返回圣都 她要继续追踪黑衣剑士 此时的自己依旧没能逃离年幼时的黑暗 而在这个一直被她感到恐惧的命运里 那个单独挺立于黑暗中的身影 深深地吸引了她 那道身影 说不定才是她真正的预言者 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了一半 大小姐不愧是三不笔下完成弄最高的角色 断罪片里的大小姐 让很多读者都感到了厌恶 甚至对于她大小姐的这个称呼 都是贬义词 可是这才仅仅是出场而已 接下来将会让大家知道 大小姐的生平 以及这一路下来她的改变 甚至最后还有打脸的爽闻戏码 好了 关于大小姐的内容就先这么多吧 结束前回答下好多朋友的私信 就是下个月阿B的激励改版的事 我这个小体量自然属于是最底层 除了激励经络朋友们的充电 是没有任何变现途径的 可是虽然每个月不足5000 但它也不止2000 而且到时候的具体发放方式也不清楚 但有说法说是 这2000上限也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无奈偏偏偏二月份一个月投铁的 非要做试黄者两个平台数据都很糟糕 去年做建峰就是纯为发电 全靠YouTuber的收益才能成到现在 现如今那边的试黄者几乎都没人看 这边一期的收益也就是五六块钱 那边是一两块吧 惨不惨 虽然朋友们都说 频道有内容有深度 粉丝黏性度高 可是纯漫画的话 在现在这个时期真的很难 行了就这样吧 谢谢朋友们 听完我叙叙叨叨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